那我现在是要告诉各位 因为绝对有很多种开放资料 开放资料例如说 我举一个例子 我最近去环保署 环保署 它的资料呢 它是长这样子 一个月 你看空气品质监测日值 2009年1月 它就有一张资料表 对不对 有看到吗 2月 又是一张资料表 而且资料比数还很多 光是这个资料比数就2000笔 那请问你 那我这边总共假设2009年 到这边2012年 我是不是有48个月 48个月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要先把这些资料都合并起来 不用 然后怎么做呢 好首先打开 Power BI 记得哦 这边 这边有一个叫做取得资料 更多里面 我们就直接用什么 档案里面的资料夹 全部也有啦 全部就是这 全部这 五种类型 全部都放在这里 可以吗 资料夹 然后接下来要去选择 选什么 例如说我的资料 是不是放在 随身碟里面 讲义 讲义里面的 这个 底下的空气品质 日监测值 确定 我现在是不是有一个资料夹在这边了 然后接下来直接点确定 确定完毕之后 请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是从网络上下载下来的资料 它这边就会列出一个清单 好 接下来不是点再入哦 接下来要点合并并再入 因为它就是一个档案 一个档案 一个档案 可以了解哦 然后我就直接点合并并再入 剩下来 剩下来这边有看到 这些都不是乱码 所以就直接点确定 以前你们会怎么做 先把第一个档案叫出来 对不对 全选 然后复制 贴到另外一个新的档案 然后移到最下面去 再打开第二个档案 全选 复制 贴到这个新的档案 然后再移到最下面去 对不对 请记住 你是人 不是机器 如果你重复在做机器的工作 不要跟机器想工作 这时候你该做什么事 这时候你该做什么事 写信问老师 写信问专家 或者是加我的LINE 可以吗 我已经告诉你三种方法了 其实都跟我有关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 最后点一下关闭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错误 你们想不想看 不过我们今天时间也不够 我是要告诉你 那个数值就是很多很多数值 结果他放 因为他没有测 因为那个时间点刚好他没有测 他就画一条横线 请问你 整栏都是数值 你测量出来是不是都是数值 0.1 0.33 什么 可是假设有几个是Dage Dage明明就是符号 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所以他就叫做Arow 好 这边直接点关闭 你看是不是资料就全部都叫进来了 这个资料全部都叫进来 叫进来多少笔 10万多笔资料 10万多笔资料 有看到吗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那你就不用再重复去做那些什么 复制贴上复制贴上 而且你做的会对吗 你做好的我也不敢用 因为你不是用写程式的方式 把资料整理好 可以吗 我都问如果我的学弟学妹给我的资料 我说你是用写程式的 请你把程式码给我 我要先检查过一次 可以了解 如果你是用复制贴上 对不起 谢绝使用 对吧 我真的我做到第四次第五次 我可能就开始会想要睡觉了 那个疲劳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今天课程我们可能暂时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